大偉哥 带我们来看看 在车内 它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铺层 我们一起进到车内看看 好 大偉哥帮我们介绍看看 在逆装的铺层上 有什么不同呢 关于我对这个Suzuki Ignis 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因为我觉得它总是代表 日式精致的一个感觉 尤其你坐到车内的时候 你更有这样子一个感受 就是你看 它整个一个车厢的氛围 是给你一个很平实 但是里面有细节的东西 很细的地方 比如说首先在它空台部分 它是一个双色的搭配 那双色它是黑白 那这白色的部分 它是这次一个调整 把它变成一个水平式的 水平式里面你可以看出 它的空调抽风口 也有现在流行的圆形 有 对不对 也有方形 都发现还加上镀银 有 质感 对 有质感 对 这质感 让你觉得说 这在一个上面 你会觉得这部车子 比起一般的同级的迷你小车 它多了这部质感 而且其实女生还会看一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连那个出风口里面 它都用风潮状 一般就是随便给你几个横渣 这样子 对不对 就看不到 就给你随便 所以就刚才大伟跟你讲的 就是日式的新智美学在里面 不止如此 它这次七寸的中控台荧幕 也有个杜克时框 你会发现 这感觉就让你觉得 这部车子坐进来 不像你的一部平价的免疫小车 而像一个高级车的感觉 之前其实没有改款之前 其实像这种中间的资讯幕 是要用选配的 选配 现在它是用标配吗 而且还有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这很重要一点 不用再加价 不用加价 以这个小车来说 它CP值真的蛮高的 对 当然现在我坐在驾驶座 驾驶座它坐得真的很好 我相信因为以它的高车顶 类SUV这样的一个风格 刚刚我们坐进来 怪异你坐进来 你没有任何的一种 你要弯腰驼背 或者要坐进来不舒服 像一般的小小的低矮的 对 它座椅的高度是友善的 因为我们坐进来会发现 我们前面的驾驶座姿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就是有点像SUV 对 对不对 就是让你的驾驶视野变得比较好 是 而且视野好 你就代表就安全 对女生来说或对男生来开车 都一样代表的就是 首先你有一个 这个叫做资讯安全感 对 安心感多了很多 然后再来 我现在坐在驾驶座 你会发现它的方向盘 所有的这个按键都有 功能都有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一个升降档的一个换档拨片 它有换档拨片 对 以这个小车 它又那么节能 对 还有换档拨片 刚刚我们才讲说 它的节能可以从这个19公里 来提升到22.1公里每公升 可以跑到这么高 因为这次油耗提升了10%以上 对 但是它又给你换档拨片 代表的是 你有时候可以小 比较小玩一下 这种趣味 小小操控一下 对 这在一个点上面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它搭载了1.2的引擎之后 再搭配上CVD 可是它可以模拟到七速 对 模拟七速 然后再来 我们刚刚讲到 它用的这1.2升的这个引擎 搭配这个LEDN 然后让它的这个节能性增高之外 你在操架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从它的前面驾驶仪表板 右下方的资讯显示墓 它除了可以看到它整个Mine Hybrid的 一个运作模式之外 你所有的安全功能 也可以透过这里来看到 它的配置比较特别 一般我们都是 比如说时速跟转速 都是在放在仪表板的左右两侧 然后资讯幕的话就放在中间 可是它把资讯幕移到右手边 对 它这个做的是 很就简洁 一懂一读取 然后眼睛视角 你不会觉得说我要跟车外这样子 你要看车外读取车内资讯的时候 会觉得说会有断叉的感觉 它是很顺畅的 而且最重要是 它这一次的这个 Suzuki的Safety Support的部分 它因为就导入了DCBS 也就是刹车辅助物 对 还有这类似AEB 以及这车道偏离警示等等的 它透过这右下方 可以做出各种的警示讯号 让你很快的可以察觉 这时候车辆要注意什么 而且让驾驶者随时可以保持 最好的一个安全状态 因为改款之前 可能这些主动的安全配备 没有配上嘛 这一次的AEB就是所谓的 就是 DCBS DCBS 在Suzuki是这样叫嘛 那它的AEB是有 包括行人 对 行人侦测 还有车辆 对 都有 是 都标配给你了 我那时候在试驾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部车子虽然没有 一般我说什么ACC或什么 但这自己小车 的确也没有几部车子有 可是在这部车子上面 我们光是靠这个DCBS 就AEB或行人侦测这些 我事实上我在使用的时候 我就觉得在都会区来说 已经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操作非常敏锐 你看 别看它这只是两个镜头而已 两个镜头 要精确的掌握 抓到前方的这个物体 或者是行动的行人 它马上抓到之后 它会马上给你警示 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 没想到在这部AEGNES上面 它进化是如此的 让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都会小车有一个状况就是 因为太好开了 你很容易一直开 一直开 可能就开到快要到高雄 就忘了说你的疲累感 或者是你开太久了 它还有疲劳的警示 对 在这种小车上面其实也有 我觉得这AEGNES 它在这次进化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我要竖起大拇指 非常的有感 虽然价格稍微调涨一些些 标准的Apple CarPlay 然后加上12V的 My Hybrid的辅助 然后油耗又增加了那么多 再加上它的税金的优势 税金很重要 所以税金一省就成四五千块 超过三千块以上的 这个税金的优势嘛 那实际上路呢 到底搭配了12V 这一个My Hybrid呢 试驾起来的感受是如何呢 一起到外景试驾啰 试驾 刚刚看完四次 EGNES Hybrid发表会 我们马上就来试车 因为我对这台车 其实很感兴趣 真的吗 是 怎么说 因为它是这个 目前台湾市场上能买到 最便宜的 Hybrid油电车款 这样说是没错 因为这一次小改款 它导入了全新的油电符合桶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不过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 这一台车小改款 在外观上面有做了 哪些的一些改变 首先是金转的LED头灯 以及LED尾灯 都是金转的 那当然了 它在前后的这个保感的下缘 都加上了银色的试板 还有水箱护罩 装了这四个镀铬框的一个进气口 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那虽然感觉更动不大在外观上面 不过如果你对比 小改款之前的车型 感觉精致了一点 哇 那真的是精致的不少 那当然我们来试这台车 最有趣的一点 还是在于它的这个 12伏的Maya Hybrid 微油电系统 对 动力部分 对 首先还是要讲一下 1200cc的排气量 我们来复习一遍 现在这个税金已经降了一级了 所以在税负上面 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以前是1242 现在是11多 是 刚好就有差了 对 就是刚好在符合台湾的 这个税质上的一个反应 没错 那当然坐在车里面 开起来 其实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 那这台车开起来到底怎么 其实我告诉各位 开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的够力 而且它其实还配置了换挡波片 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小的一个 这种所谓都会型的代步车上面 有这样的配置相当的不错 因为它其实这一次 虽然这个1200cc的动力 搭配CVD变速箱 但是有7速的模拟换挡 对 模拟换挡 等于说在入门 最入门这种小先辈车 也是给你一些操控的乐趣在 是 我觉得这种车 其实很适合这个都会的驾驶 因为其实这车尺寸蛮特别的 它的车长其实只有3米7 是 非常短 然后车宽跟车高大概都1米6多 是 有一点点像那种 日本微型K Car 有没有 我很喜欢它这样子的一个车型设计 因为它的车身高度非常高 你看 其实以我183公分的身高 其实我整个在车室内的空间 还是觉得非常的充裕 没什么压迫感 我跟你的手稍微靠近了一点意外 比较差一点点而已 不然而且这个乘坐姿势 我非常意外的是这张座椅 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因为艾达最近闪到腰 对 他很注重这个车子的位置 座椅位置 我开我自己那台车 我大概叠进去我就爬不出来 可是我上下这台车 其实是相当的方便 也就是说它的坐着点是非常适合 我们一般使用的一个状态 虽然它不是SUV 但是它的这个乘坐的姿势 跟车身的高度尺碼 我觉得都相当的不错 好 那艾达你觉得 这一次的这个改款 最大的亮点了 这个轻油点 现在开起来什么感觉 其实我现在开起来 你一定会问我会不会很没力 其实我说不会 我现在其实油门清寒 在1000多转的状况之下 时速也达到了60公里 而且而且不需要使用它的ISG的 这个轻油电系统 其实在我前方 尾巴板的右侧 有一个显示屏幕 当然你可以选择显示的资讯 那目前我设定的这个资讯呢 就是这个输出来源的部分 第一个你看上半部 左上方它显示一个引擎 现在引擎的出力 一路再带给车轮 那现在我收油的状况之下 这个动能回收的部分 就在对我们这一颗12辅的大电池 来去做一个充电的 对 我发现时速表下面 刚刚亮了一个电池的符号 是 代表它在回充 它在回充 所以其实相当清楚啦 所以在这个仪表的显示屏幕上面 非常的清晰明瞭 而且浅显易懂 所以非常容易判读 那当然你会说 哇这个ISG的这一颗 设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它是结合了一个这个 启动马达 结合了发电机 结合了一个12辅的这个 增压助力的一个这个电机系统 就是同一颗机器 那当然在我们收油的时候 会进行所谓的动能回收 对这个电池来去做充电 那像我现在油门踩 比较深的状况之下 你就可以发觉 电池跟马达也都在同时的处理 其实并不是电池在处理 而是这个ISG的电机 其实它在对曲轴 做一个动力的辅助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拥有 双重的动力 所以这是目前现在 欧日啊最新的一个 迈亚Hybrid唯一油电的系统 ISG的系统啊 不只是可以这个引擎起壁而已 它其实在这个 有时候我们停红绿灯的时候 目前看起来是在 时速15公里的时候 又是在踩刹车的状况之下 它就会提前的熄火 进入滑行状态 相对于这样就会更省油了 对因为其实大家看上面上的数据啊 大概83P的一个重效马力 11公斤米的扭力 真的看起来 感觉并不是特别的亮眼 但是其实它车重 也900多公斤而已 对 所以整体我这样做起来 也是觉得非常的轻快 有些比较高的这种加速的路段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引擎声 是 那不管数字上面是怎么样的呈现 实际开起来的感觉是 是令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啊 它也拥有非常好的油耗表现 注意我很少用非常 来去形容其他的任何车辆 因为这台车可以有这个 每公升汽油高达22.1公里的 最佳油耗表现 真的是不得了 当然也是一级的油耗表现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在这一次小改款上啊 它的整台车的一个价值啊 除了动力增加了一些新的科技技术以外 另外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安全 安全对 在我们中央后视镜的后方 有两具摄影机 是 这两具摄影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首先呢这台车现在有这个所谓的 AEB的这个主动刹车的一个这个系统 对 那再来它也可以辨识车道 嗯 所以在我们偏移车道的时候呢 它除了会警示之外 诶我右前方这个显示幕也会变色 然后呢还有什么 方向盘也会有微幅的震动 来去提醒驾驶人 同时呢在与前方的车辆有 这个危险发生的状况之下 它也会去闪闪跟警告啦 这非常非常的这个聪明 而且反应很迅速 这我也很惊讶 对因为它的镜头同时可以侦测车辆 以及行人 那只要时速55公里以下 其实它都是可以做动的 但是车道的这个偏移的警示呢 就是60公里以上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错 就是它可能侦测到你长时间一直 左飘右飘左飘右飘 它会觉得你现在是在疲劳驾驶的状态 对 同时给你一个仪表资讯的一个显示 没错 所以在小改款的Ignis Hybrid车型上面 除了外观的微幅跟动 那加上这个动力系统的一个大幅改变 最重要的是安全系统的强化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它全车系都标配了六具的安全气囊 这个对于都会车的使用上面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足够 我觉得Ignis它有很大的特色就是造型 外观造型 内装的设计其实都很特别 但是过去呢 比较有一些人会诟病的 就是打开车门 里面没有萤幕 中控主机都没有 这次也补上了 其实对 而且这一具中控主机包含了倒车摄影机 它的萤幕的解析度非常的高 那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画面上 一样可以显示这个做这个Apple CarPlay 但是是有线的一个方式 不过你在AM市场上面很容易就买到 这个无线模组 就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无线的Apple CarPlay 这一点是非常方便的 毕竟这六十八万车架买一台 目前买到最便宜的油电车 然后入门机的小车 还有这样的设计配备 我相信已经是非常不错了